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郭医师也要分享 你们临床上真的会看到一些 卵巢早衰的年轻的案例 而且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 对某些人来讲 她真的有可能发生不可逆的状况 对 我分享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28岁的女性 她来门诊求诊 那她惯性抽烟 烟抽得蛮凶的 然后她来求诊的时候 是说她月经开始天数有点怪 但是她发现她现在怪到 就是月经只来一天 就没有 而且量很少 我帮她内诊 她的阴道已经像是 比较靠近更年期那种平滑了 比较少有那种皱褶 我就怀疑她的荷膜是不是有衰退 就帮她抽卵巢功能 发现她的卵巢功能 AMH只有45岁的状况 所以她是一个 可能到时候她就会提早 卵巢早衰 我们卵巢早衰提早进入更年期 就是40岁以前 如果你荷尔蒙衰退 提早更年期 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早衰 那怎么样 后来她就是确定 荷尔蒙不足 我帮她补了荷尔蒙 那怎么样知道 你是不是一个 卵巢早衰的症状 我们这边有一些 症状可以提供给大家自己看看 比如说你的月经周期不太对 可能突然变短之后 又规则又变长 还有天数也不太对 月经周期不太一样缩短 或是有更年期症状 热潮红照 热睡眠障碍 或是有情绪浮动 这些都是更年期的症状 或是甚至你月经直接好几个月 可能不来 或是说不规则 那肾上线功能不全 就是你会觉得异常的累 怎么睡都睡不饱 甚至你一直要生 baby一直生不出来 这就是可能有卵巢早衰的状况 就要找妇产科医师 怎么样做一个卵巢衰退的一个简单的检查 我们可以从三个大象去看 比如说经期提早 初雪天数跟年龄 经期提早 比如说你一开始都是规则 然后开始慢慢 你的经期 比如说你是28 29天 你开始每一次都提早一天 甚至提早到两天 甚至提早到三天以上 这就是经期提早 那他会依照他提早的状况 会给不同的总分 比如说你是一天就是一分 两天是两分 提早三天以上是三分 那分数越高 表示就是衰退是越严重 那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今天月经提早之后 比如说我从28天提早到21天 过一阵子自己又规则 想说可能就不用理他 可是后来又慢慢发现 他规则之后又开始变长 比如说从28天变成30天 32天来一次 甚至有时候就开始不来 这个是表示你的卵巢功能 是更严重的状况 对 好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如果提早一阵子又规则 这是给4分 如果提早一阵子又规则 便慢慢延长 这个是最严重就给5分 那出血的天数 如果是减少一天就是1分 减少两天是2分 如果你只来一天 而且量很少就是4分 甚至只有血湿 那就是5分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依据他的年龄给分数 如果你把这些总分加起来 你是0到5 那大概还可以 如果你是5到10 就是轻微卵巢是有衰退 5到10的话 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 如果有这些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评估 就可以提早发现 你的卵巢衰退的状况 找医生治疗 或是说可以先做动卵的准备 这个也请教郭医师 刚刚讲说女生的卵化 其实跟荷尔蒙直接高度相关 特别是女孩子走到更年期的过程当中 那个荷尔蒙就是逐步在递检递检 对 女生荷尔递检的时候 事实上也会合并其他的器官 快速的衰退 我举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52岁的女性 她是从骨科转过来 她在家里就是浴室不小心滑倒 右手就骨折住院 住院的时候骨科就发现 她除了骨折 还有一直이어ians的 严重的骨质疏松之外 她还有很严重的更年期症候群 她只能无法在病床安静地睡觉 然后躁动 然后有情绪障碍 睡眠障碍 所以就是惠着我们妇产科 Fate化夥松 那么我们就帮她补充荷尔蒙 除了让她的骨质疏松 可以有减缓狀况 对于其他的像更年期症候群 还有比较容易 eg导 尿道膀胱发炎 这个部分都可以帮助 她有一些帮助 那女性荷爾蒙在我們21歲到22歲的時候 它是巔峰 那每10年都會下降15% 那如果到30歲以前 我們荷爾蒙衰退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還可以自己做調整 我們器官還不太會開始衰退 30歲以後我們女性荷爾蒙 大概就只剩下85% 這個時候衰退的狀況很快 我們器官就會開始 進入我們的老化狀況 50歲的話就剩下40% 老化就會更快 60歲就是30% 80歲的時候就剩不到20% 所以一些荷爾蒙的衰退 跟我們的器官都是有一些相關性 比如說骨質疏鬆 或是時候年紀越來越大 你開始憋不住尿液 或是時候你有尿失禁的問題 甚至對於自立失智症的部分 都是有影響 那就我們就是要做保養 那骨質疏鬆的部分 我這邊還有針對一個表格 可以讓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評估 你是不是一個骨質疏鬆的高危險群 它有個年齡跟體重的相關性 比如說我今天是65歲到69歲 如果我的體重不到40到44公斤 那你這樣子就是屬於 骨質疏鬆的高危險群 如果我的年齡是70到74歲 你的體重可能不到49 那你只要小心你的股密度 就要去監測 如果你是65到79歲的話 你的體重應該就要有54公斤以上 不然這都是會是一個 骨質疏鬆的危險群 那這可以請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評估 嗯